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老师的创作都是来自家乡小时候的生活 是的 老师就是有把自己的妈妈用成一个作品 就是大神婆 对 我用胜口留念给你听 大神婆相巴老 土里土去心地 建议勇为不服老 最怕肚子饿了受不了 所以我用大神婆画了很多的漫画 有大神婆的卡通影片 有大神婆的文章等等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些画里面 就能诠释老师把以前的生活经理都诠释得非常好 那我很好奇是说像板对客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老师有没有把板融入在自己的画中 有 我除了漫画以外最重要我把它用水墨的方式画得很真实 原因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懂 好像要记录客家人的生活 客家人应该大家等着珍惜 好好的把它发扬光大 让世世代代的子孙了解我们客家文化 这个才重要 刘欣钦老师笔下的画作充满人文气息与乡土情感 作品始终与教育紧密相连 将以前古早民间文化的美好价值 运用中国水墨画的方式 来传承民俗生活和客家习俗 就是客家人请客的时候 主人请客为什么还搬桌子搬凳子 还自己挑菜过来呢 因为他了解 邻居 桌子 凳子是不够的 主动地把自己的家计搬过来 因为我们客家人有团结 所以客家人这种精神要保持下来 一幅幅乡土民俗作品 重现早期客家农村社会 在聊天相处的过程当中 最令人感动的是 进入老师的异想世界 把台湾风俗民情与农村生活 透过双手画作 让文化流传推广下去